我们来分享一个更年期的议案分析 那么更年期啊 大家知道啊 这是在这个女性朋友啊 一个过渡时期啊 也是一个关键时期 在更年期里面啊 有的人他表现的啊 比较严重 潮热汗出啊 有的是五心烦热啊 心情不好急躁易怒 那么有的人呢 症状就比较比较轻啊 或者是没有什么症状 对于啊 症状比较严重的 我们说啊 要尽量的用中药啊 要尽量的用中药来进行这个调理 让我们平安的 平稳的度过啊 过渡期 今天呢 跟大家分享一个啊 这个病例呢 是我接着的一个患者啊 是个女性 她是48岁 那么48岁的时候啊 出现这种 更年期的这些症状啊 也算正常啊 我们说更年期啊 大概就是在女性 45到55岁之间 有的时候呢 在50多岁啊 还没有完全必经 我们说啊 女性的更年期啊 大概都是在45到55岁之间 所以48岁的 也算是正常 那么 她的主要的症状啊 就是抑郁啊 心情抑郁啊 烦闷啊 闷闷不乐 爱哭啊 经常会莫名其妙的哭泣啊 或者是那个善太息啊 爱这个叹气 然后呢 鞋肋啊 除了胀痛啊 就是这个鞋肋 包括这个胸啊 两侧都胀啊 有时候的疼痛啊 然后月经已经不调啊 开始紊乱啊 经期不准 从她舌脉上来看 这个阴虚内热的一个正向 那么总的来说啊 她呢 就是一个肝气瘀结 我们看啊 就是一个肝气瘀结 抑郁 然后邪肋疼痛啊 也是肝瘀的一个正向 然后呢 到了女性啊 这个更年期的时候啊 气血肯定不足啊 尤其是这个血虚 它也会出现一些这个气血亏虚的啊 一些正向啊 所以在治疗的时候啊 我们就用酥肝解瘀啊 来养血安神啊 养血安神 那么用的中药呢 就是这个家卫逍遥丸啊 来进行加解 这个家卫逍遥丸呢 是一个我们这个经典的房子 它主要是在逍遥丸的基础上啊 加上了一个枝子和单皮 来这个既可以酥肝养血 又可以呢 来清热啊 来这个滋阴 那么另外这个患者呢 他有一些这个 阴虚内热的一些正向 出现舌红麦系啊 我们需要再加上一些 这个滋阴清热的药物 这个患者呢 用了这些药之后啊 首先啊 这个抑郁啊 什么的这些心情啊 要比以前好多了啊 就是我们说这个 我们说这个逍遥伞啊 消遥伞是一个裁糊剂啊 裁糊剂有酥干的 酥干的功能啊 所以呢 他这个用完了之后呢 他这个干气就舒畅了 舒畅了之后呢 他这个心情就啊 心情就就好了 就比以前好了啊 不是像那么以前 总是喜欢哭 然后邪力疼痛呢 也减轻 那么月经呢 我们说这个阶段啊 实习啊 月经就顺其自然 那么今天呢 拿这个一案啊 我们就是来说啊 更年期的时候啊 女性更年期的时候啊 大家要注意啊 这个有的急早易怒的啊 一定要酥干解瘀 那么有的呢 呃出现这个气血亏虚的啊 我们要这个养血安神啊 有的时候会出现这个 一些这个轰热啊 呼一下热 然后出汗的啊 那我们又再加上一些 这个滋阴清热的药物 那么更年期呢 对于女性来说 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时期 那么希望啊 我们每一位女性朋友啊 都能够平安平稳的度过啊 这个